比赛在天津武清体育中心举行 主场作战的天津拳剑身穿红蓝队服 首场他们派出了刘丁硕对阵八一主将樊振东 比赛的结果没有悬念 很快樊振东便以3比1获胜 八一领先一分 随后天津主将马龙以3比0战胜了八一的周凯 两队打成了1比1平 第三盘双打八一的周宇和周凯 2比1胜天津的刘丁硕和陈静席 八一胜是已经显现 最重要的第四盘双方主将上场 马龙对阵樊振东 比赛并没有出现大家期望的强强对决 3比0樊振东获胜 但是在第三局樊振东10比3领先的情况下 被马龙连追回赛点 比分达到10比8 中间还叫了一个暂停 虽然最终樊振东以11比8获胜 但是预见赛点就有松懈的情况 值得解惕 还是自己没有放弃吧 一分一分去打吧 能赢一分是一分 然后其实那几球自己也是 在一些位置上可能都算到了 所以说出手也比较果断吧 其实10比3领先那几个球可能 马龙打得也比较随手吧 然后都上了 对于自己来说 可能还是10比5的时候也叫个暂停 想去把那一分去拿下来吧 看起来他就是他倒比较放松 然后你那会比较紧张了 其实我觉得我也不是特别紧张 我们底下人挺紧张 都想赶紧赢下来 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是最后一个球吧 也是按0比0去打吧 包括可能这种心态上 有时候想当然的话 可能也容易会被连锥吧 在拼超男团的积分榜上 除了山东卫桥以比较大的优势 占据积分榜首之外 其他几家俱乐部都只有一分之差 因此每一场比赛都打得紧张和激烈 在结束这一轮比赛之后呢 以樊振东和陈梦领衔的部分国家队的队员 将赴匈牙利参加一战公开赛 联赛也迎来了将近10天的一个休赛期 央视记者天津报道